這個特寫就好了 因為我的長年不好看 來這邊 可以看到這一條一條對不對 這是無菌的 這是用可能是用那個環氧椅碗 幹環氧椅碗有些情況會有爭議 現在這個東西用最多是什麼 用那個輻射線放射線消毒 那在這邊你可以看到這邊是蓋子 這邊是底端 那蓋子跟底端有差異 沒有問題你弄錯就用一邊就好了 那我這邊會給大家 我會習慣用底端出來 會底端出來 來這邊 等一下我一個人會給五個 六個也OK 這邊是全新的沒有滅菌 我剛才噴過酒精 我用五個 五個的時候呢 會把它拿出來 然後這邊折好 不要讓它汙染 放旁邊 那看關鍵點 等一下你們要做的是這一塊 每一個人會發給一瓶這一個 或者我總共有十瓶 那我示範一個 這邊兩百的話 基本上可以做六個左右 那這邊都噴過酒精處理完對不對 對不對 我這個角度比較好拍 好來 這邊看喔 這邊 還可以特寫 如果我有五次機會 可以特寫 沒有到嗎對不對 好 看到確定都穩了對不對 晃它 微微的晃 微微晃好之後呢 把它放到旁邊去 讓它冷 讓它冷卻 所以請大家清空 就是這樣放到旁邊去 鏡頭看到 就不要動到它 等它冷靈了以後 OK 或者你要快速冷靈的話 你一次倒一個沒有關係 但這個時間點不要動它 因為它還沒冷靈 OK 這樣子冷靈會比較快 冷靈會比較快 好 那終於就不要動了 就不要動它了 等它冷靈的時候 它顏色會變 現在看起來的話 來鏡頭給我 好 現在看到它是透明的對不對 現在是透明的喔 等一下它冷靈之後呢 之後呢就會變成那個 就會變成霧化的狀態 就是我們上次 你們是在手上的那個東西 這樣子OK嗎 好來 現在每個人 領取五個